我想问一下咱们小楠姐姐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男人 对 她小时候就喜欢给人做媒 真的吗 对对对 这也是从小看到了 我们那会儿讨论 我说我自己有两条标准吧 就衡量一个人 我觉得首先是 就是首先第一个是要有 善良 不是善良 不是善良 对 我忽然就一直说得特别牛烈 说到男人就 喀喀巴巴的 第一个吧 就是你要试想 你跟这人分手的时候 会不会恶行恶状 因为我的时候 这个人特别爱你的时候 他表现得对你很好 但是通常他对别的人太重要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你对他 个人性情的一个判断 你要都不了解这个人的性情 你都不敢说 那就我觉得是个特大的论坡 那第一眼一见钟情呢 我没有一见钟情过 我很不相信一见钟情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要有趣 就是说再设想 你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他也都没有了 就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社会的标签和身份的时候 俩人四目相对 能不能在一块玩到一块去 比如说你们两个就一块出去旅游 是不是你就觉得跟这个人四目相对 一块玩什么是最有意义的 都什么都没有来玩 你会发现他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会把他放到最糟糕的那个状态 第三点呢 我是这样的 没了就是两点 所以我觉得有性情有趣 我觉得就足够了 有性情说明这个人特别值得你信任 也值得很多人信任 有趣说明这个人能让你觉得生活最有意思 有这么想过 我就觉得陈晓南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呢 你老把那个最坏的情况都想到了 然后才开始一个正面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 但是这种想法让我乐观积极 我这个人就是在有退路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放松 我很不喜欢那种 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说这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咱只能成不能不成 我受不了这个 但是你一旦告诉我说 哎呀大不了咱就怎么着的时候 我就能把这事做得很出色 这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有可能是 其实我认为你这种方法 我觉得是挺适合 像广大的我们天下女人的观众来推荐的 因为很多女孩子在做决定的时候 通常就是脑子一热 是吧 没有像小男想那么多 她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 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你知道我们 但是我也没那么想过 你知道我犯过的经常的错误是什么 我觉得她这方法特别好 我牢牢在心里头 因为我经常犯的错误就是 我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让我笑的男人 但通常她都让我哭 所以就分手了 所以啊 所以她总是希望爱上一个让自己笑的男人 结果后来也爱上了男人都让你哭 她的方法特别好 两个人就开心乐 玩什么呢 有太多东西肯玩了 你比如说 我记得我看那个谁的书里写过一句 就是在城市里冒险 就是你没走过的路 你比如我们 我特喜欢去南城 我就觉得像到另一个城市似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风沙满天的日子 我们在那个路边喝了一碗 那个豆腐脑之类的东西 因为你看那个南城 它那个好多街上的 对 一个胡同 还有街上的那个商店 都和北洋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组成 都有点不一样 尤其是几年以前 更现在可能好一点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你就去一个特陌生的一个地方 然后小街小巷的穿一穿 觉得特别有冒险感 对 就好像觉得在冒险 其实可能你根本不知道这日子怎么样 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说 在贝鲁特的炸弹里穿行的陈小南 突然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小胡同里 紧紧拉着男朋友的手说 哇 好啪啪哟 有没有做过那种 你自己正在做 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 然后觉得连自己都觉得很弱嘛 但是很开心 假如说我跟你一刻在一起 我们喝汤的时候 有那个葱 大葱 对 不是里面有好多吗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 不是就很圆的吗 有一个有点像新的 有这么粗的葱 没有没有 这么这样的样子 就是那葱是一个星形 对 星形 然后我打出来 Honey 连这种葱 这个葱也是代表我的心 然后她说 找只知道了 那种特别我们俩都说完了 那种特入嘛 但是那种很好玩 你们有没有这种 我觉得其实 对 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我们可能都属于那种人并不真的 反正我是这样的 我并不真的会 一个人送你一大盆花 我会很感动的那种 也会感动 但我并不觉得这个事 跟我的那种幸福感有太大关系 相反反倒是一个特别无聊的小玩笑 可能让你觉得乐半天 然后你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就这一段时光庭 我记得的肯定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要送你什么东西 比如说送你什么东西 你觉得特有品味 多妇闹 送我什么 对 我跟你说啊 就是有一些那个真的 就是比较高智商的女孩子 就会跟男孩子说 就会送我花 多俗气啊 所以我看到一个好莱坞 有一部电影 就那个女孩子 就是对这个男孩子说 你情人节多俗气啊 别送我什么巧克力送我花什么的 后来那个男朋友就约他出来 然后从背后 啪 拿出来一束胡萝卜 然后这女孩子就特高兴 特别不落俗套 谁要胡萝卜 又不是兔子啊 对啊 不是 他就表现出 你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 所以你反正送玫瑰花来打 不是那么能打动 我怎么觉得我 我凡是对这种有点 就是说我故意要做一件事 我就会觉得浑身有点起鸡皮疙瘩 是吧 那你收过的 你最让你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 就让你送的方式也好 礼物本身也好 我收过一个一枚戒指 是在欧洲的街头 那个手工艺人拿一把勺子打成的 所以上面有很多他打的那个 就是那种 那种叶儿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呢 是你送给自己的吗 因为这种东西 没有朋友送给我的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后面就是你一看这个东西 你会设想那个当时的那个场景 它背后好像有一个 对 有一个时空 就是它有点像一个时空 那个你叫音乐 比如有点像一个时空盒似的 你看到这个就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小楠这样的女孩 是非常容易打发的 其实这种女孩是最难打发的 因为不知道她这根筋 今天搭在了哪里喜欢什么 你的男朋友是特别幽默是吧 很幽默是吧 男朋友 是 我对 我觉得幽默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对 要不然的话两个人一样的话 睡着了 天天 说好 说着 天天 他不说嘛 他在陷入爱情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两个人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有乐趣 或者也不是说什么钱都没有 是说你没有工作了 没有受伤 就好比退休以后 其实我总在想 有很多 真的 好烦啊 我很盼望退休 我很盼望退休 我总是在设想我退休以后 因为我觉得退休以后 是你没有任何人生任务的时候 就是完全完全地做 你最想要做的事 最幸福的时刻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跟这个人共度 挺重要的 我觉得好多两口子 他们奔波一声 也觉得挺相爱的 但实际上真的四目相对的时候 这两个人 没法在一块共处很长时间 因为平常不觉得嘛 你在你奔忙当中 你不觉得 那个其实挺可怕的 我 反正我很想 反正吧 就是小男娘 决定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 他反正生老病死 都已经想过了 这都是后来送别的 好多了